记者蔡亚化台北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妻子任美龄土地,租借给文化大学作为大群馆宿舍整一延烧。 为离清宿舍使用是否违反北市土地使用分须规定,台北市都市发展局建管处在民进党北市议员王威中陪同下, 今早前往宿舍县的办理会刊,小的是身为中山大同区的国民党北市议员, 陈炳福也现身位在市邻区的文大宿舍,陈强调会刊应以公安与学生权益为重,绝对不会做任何施压动作。 宿舍土地登记在侯友宜妻子名下,其建武所属于又与公司律师陈佳瑶也在场, 质疑北市府在此时办会刊事选举操弄,文化大学学务长方元一也出面表示, 因学生正值期末考,认为会刊达让到考试准备,不方便开放进去会刊。 最后,建管处官员与学务长沟通后,确定取消今日会刊,待期末考结束, 二周后则日在会刊,王威中日前召开记者会踢报,支出侯友已该笔土地被申请了99个门牌, 101间独立套房,以每年超过2100万元价格租给文化大学, 每年以平均5%幅度调涨,学生即使住满仍不足以支付给侯家的租金, 短刹500多万则由教育部的补助款之因,被质疑根本在坑沙学校的教育补助。 侯友宜12日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说,土地是娘家财产,婚前就取得, 违法使用的情形自己也不知情,应由文化大学说明。 王威中当往拿出的集资料打脸,指大群管土地是在侯友宜婚后, 侯家才陆续购入,合并。 写侯在将整栋大楼租给文大之前,就已将房间作为两人合宿的宿舍对外出租, 违法使用行为还早于文大连日来,侯友宜家族宿舍争议不断, 市长柯文哲下令兜发局展开调查。 为此,王威中心早召开会刊记者会,兜发局, 建管处及消防局官员到产会刊。 建管处总工程司陈建华表示, 大群管宿舍在101年底被发现为做公安申报, 当时开发6万元,而后文化进行改善便没问题, 今日会刊事宿舍被质疑使用目的有违反图管规定的疑虑, 因此到场就隔间,消防安全等问题进行勘查。 不过,话一说完,文大学务长方元宜则出面声称, 学校愿尊重法定规范,但目前正值学生期末考, 学生代表认为此时不方便入内会刊。 陈炳福与右育公司律师,人员也在场关心, 建管处与兜发局官员顿时呆站在现场, 不敢进入宿舍会刊。 最后,建管处官员与文大代表协调数分钟之后, 陈建华面对媒体表示, 今日会看确实太临时, 加上文大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教育部为派人到场, 经与学校沟通后, 决定等期末考结束后择日再来。